各位自由亞洲的聽眾、觀眾大家好 我是台灣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梁文濤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題目是 後機身格及蒙格的美國必須高舉擴充大期 近日美國政界的機身格及投資界的蒙格 兩位白碎的殿堂級人物相繼去世 某意義來說其實代表一個大時代結束 兩人在各自領域都是全其人物並且備受尊重 在反對美國所謂帝國主義陣營的人士眼中 這兩個人是典型的 是美國二次大戰後擴張的指標成人物 機身格及蒙格都不是桌面上最顯眼的人物 但它的影響力往往容易被低估 畢竟大家比較熟悉的是 機身格所服務的尼克遜總統 和蒙格所輔助的巴菲特 政治領域中的機身格堪稱是五十多年來 是以個人的能耐影響美國外交和國安的最重要人物 冷戰中如果沒有機身格 美國難以跟蘇聯對抗之中佔有利的位置 為了維護國家 作為外交和國家安全的首腦 機身格知道他難以避免主導軍事和戰爭的進行 以反共為名高度介入越戰期間對柬埔寨的空襲 在印尼入侵東帝民等等 因而被官以戰犯之名 機身格後來也成為了眾多美國總統的顧問 911後布什總統也找了他 去為強硬的反恐政策和攻打壓背書 直到近年 美中關係近乎降到冰點之際 機身格出訪北京 試圖運用他的影響力去緩和美中關係 機身格一直以來 當然也是被中共視為好朋友 自從他秘密出訪中國 和跟毛澤東和周恩來會面之後 美中關係徹底改變 機身格的引渡之下 美國想利用中蘇決裂的機會 連中制蘇 機身格是西方支中派的最重要人物 他更加出版過《論中解書》 若果反對美國在六四後制裁中國機身格 是環顧的親中分子 都不是誇大 他開展的有中的順政策 一直主導白宮 特朗普總統都無法徹底將他改變 直到近年抗中保美成為了參眾兩院議員的共識後 白宮的取向才慢慢改變 機身格有中的路線 不會跟他一起入土為安 而是會自己重返武台 至於經濟領域 蒙格代表的金融資本主義遊戲 他是大贏家 而拼救起家的博克夏 若果沒有蒙格認定 不要再拼救低價公司的軟件 博克夏是不可能會有今天的規模 根據熟悉蒙格想法的人說 他自己博覽群書 一直鼓勵大家獨立思考 認為最重要的是 搞清楚令到世界運作有基本概念 和基本原理 不要靠人混亦混 的想法 廣泛的常識 在投資市場之中 比專業學術更為 適合越發多元和多變的世界 那些思維在他的窮查理的普通常識中 相當細緻地呈現 蒙格雖然跟巴菲特合作多年 但各自仍有不同的定見 最大的分歧在對中國的投資上面 巴菲特最會得津津樂道的是 投資中國石油業 今天在上海股市 五千多點股價賣向高峰的時候 出清持股 之後就逐漸減少投資中國 即使波拉夏源有投資的比亞迪 目前的持股已經從百分之二十 就降至百分之八左右 至於蒙格雖然視中國為充滿機會的地方 更對阿里巴巴情有獨鍾 或許他在想 阿里巴巴會複製Amazon的增長模式 但從一開始 就被質疑縱容買無牌貨阿里巴巴 畢竟不是要就亞馬遜的模式 加上買入點的不對 就導致蒙格的慘培 他在今年受訪的時候 就認定這是他一生中投資上面最大的錯誤 他承認自己沒有意識到阿里巴巴的充其量 主要仍然都是零售商 異議而已 歸根究竟企業再大 在中國都不夠中共的勢力來得大 中共底下的政經環境充滿不確定性 或許這個是蒙格在西方國家長大 所養成的常識沒有辦法掌握的地方 當然被利益蒙蔽的蒙格 反對杯葛北京奧運 對他對北京支持的背後 就是對人權慘況的漠視 兩位次者不如而同為中共的投資抹粉 或許沒有想到他們支持的美國華油政策 他養大了一隻大老虎 可惜的是他都沒有機會 看到未來中國持續擴張的巨大威脅 但既然近年在一本關於人工智能的合著裏面 就提到人工智能未來的威脅可能是大於核武的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中共運用人工智能的方式 可能會成為全球威脅的重要來源 美國如果不帶領各個高距降中大極 有之一日恐怕很久會入難以翻升的地步 好,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